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我是盛智 今天我要做一道素食咖哩飯 想知道怎麼做嗎 接下來就看盛智怎麼操作囉 首先呢我們先熱鍋 那我們開小火 我們來炒這個咖哩粉 大概加三大匙的咖哩粉 那我們再加一大匙的薑黃粉 再加一點點孜然粉 還有紅椒粉 把這個粉先把它炒香 加一點點油進來 把這個香味都炒出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高湯加進來 接下來我們把馬鈴薯跟這個紅蘿蔔把它加進來 水滾了之後呢 我們讓它煮個10分鐘 馬鈴薯跟這個紅蘿蔔已經煮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勾芡 加一點點糖 厚黑金醬油 就完成了這個咖哩囉 就完成了這一道非常精緻的咖哩飯 而且是蔬食版本的喔 那我們開始來試吃一下 這個咖哩比外面的還香啊 裡面呢加了咖哩粉 還有孜然粉 還有紅椒粉 還有這個薑黃粉 一般外面的呢通常都會加咖哩粉而已 所以我們今天加了很多的香料啊 所以它有一個比較清爽的味道 那喜歡這道菜的朋友呢 記得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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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